各位同学好 我是林汪老师教学27年线上课程讲解10年的时间 各位在荧幕上如果看不到荧幕没关系 经济学院杂志林汪老师讲解了2000多篇 9年多的时间 全台湾只有我一人 当然别忘记还有BBC BBC快要5年的时间 讲解了也快900篇文章 总之今天讲解的书本 各位在荧幕上有没有看到 这本书本超级有意思的 叫恶魔财经词典 英文叫做Devil's Financial Dictionary 今天讲的书语是齐全 齐全在英文来自于Option Option来自于动词OPT 它的名字是Option 选择基本上你们英文单字背过CH选择 还有二选一的二则一的ALT的选择 其实都差不多了 不过这个Option非常常用 在电玩方面也非常的常用 什么叫齐全 对我们这种社会组的又不是非商学院的 看得真是不清不丑 但是很有趣 看了英文之后你可以了解到它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了亲自参与可能更就明白什么叫的齐全 要说到齐全 我们要需要一些参考的资料 在荧幕上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林旺老师的参考来源在哪里 这边来自于MBA 就代表说它是重要的智库 荧幕上左上角看到什么叫齐全呢 相信我看了之后问号还是更多的 当然出自于哪里呢 在这边林旺老师可是购买的使用户 来自于Kindle 这本书刚刚已经说过了 叫Devil's Financial Dictionary 我们先看在Investopedia这边做了一个解释 What is an option? What is an option? 什么叫齐全? 齐全是用未来买卖的权利 但又不是Future Future又是期货 又完全不一样 在荧幕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英文解释 听听看发音 然后我再跟你讲大概的重点 才知道有什么有趣味的地方 What is an option? Options a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are derivatives based on the value of underlying securities such as stocks An options contract offers the buyer the opportunity to buy or sell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contract they hold the underlying asset Unlike futures the holder is not required to buy or sell the asset if they choose not to 各位听完了吗 基本上单字影响到我们的阅读 我们看几个重要的单字吧 Instrument其实在音乐方面只要主的是乐器 当然这里当然不是乐器的意思 它有很多其他的用法 所以在荧幕上可以看到这个字当乐器 还可以当仪器呢 再来你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单字是在这里 DERI这个单词 你要先了解到它的动词非常常用 这也说明联盟老师字库多到可怕 通通都要把收录下来了 包含这边的security 你如果你把它安全你就完蛋了 这里完全不是安全的意思 在一幕上可以看到 刘文老师都有提供的解释 而且我的单字可不断的增加 各位左右对照吧 反正是一种金融工具 它是一种衍生性商品 代表特别像一种股票 可到这种股票也很特别 他说option contract 这种特别的东西是在未来 你会具有买卖的权利 完全决定于你的契约内容 这后面也说的不清不明白的 所以代表说他就说跟future 跟期货不太一样 期货的持有者基本上他必须时间到了 必须买或卖 在这边有讲unlike future不像期货 不过我们今天还要出现另外一个就是真正本书的内容 恶魔财经词典里面讲解的option 这边讲的真的是非常清楚 举例非常明白 而且很多单词各位可能看不懂 注意b-o-o-m并不是绒紧 绒紧是b-o-o-m 那个字插一个字母插很大 总之左右对照吧 这对各位同学来说应该有趣的地方 再把它拉下来可能左右看是更清楚 总之option这个字来自于拉丁文叫的 i choose我选择 那选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他说fixed price before the specific time 这边就是代表你工单字的能力很重要 看不懂右边有google可以参考他的大概中文吧 那当然了这时候的broker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他知道客户不了解到底option如何运作的 所以就从佣金就可以赚到了很多财富 哇现在很多交易费自佣金最多 佣金来自一个座监犯客 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单词要背的 老师怎么闪这么快 付费有牛肉 没付费只有看到菜单 这很正常啊 那这边有个有趣的说法 他说哎呀我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哈佛读书 哈佛在这里就用交易齐全 不过不信的 他是我broker的孩子 经纪人的孩子 真是够尴尬的 很有意思 那什么道理齐全可以让你瞬间上天堂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后面我们再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说法 他曾经有一位哲人 号称其中一位 seven sages of Greece 七位哲人当中一位 七贤当中的一位 这个人物叫亚里斯多德 听过这个故事吧 哎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在这边 put down deposit deposit当然超重要的 你可以参考右边什么样的说法 总之他就是什么东西 你看天机上的天机物 哎 这个如果是天机物就不用这样讲了 什么这边是当名词用 他可以当动词 当然这边什么意思 你继续插字电 所以说为什么不能靠Google翻译吗 他就断定他有非常的天文学知识 他就知道说明年的橄榄油 一定会大风中 大风中之后呢 这边你看给我翻印刷机 这是压榨机啊 所以代表未来的会需求量变得非常的大 因为他知道明年的olive crop 明年的橄榄会大好的收成 所以代表说他付的小小的钱就赌 哎我定制机器定制机器了 这边你们资金不足我进场了 结果当第二年度 当他丰收的时候呢 这时候倒需要压制机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下不见得卖得掉啊 这时候机器的需求量大 需求量大的时候 那很多机器都在他手上 或者名义都是他 因此他就变成单一的个人投资者 赚了最多的钱 只是trading option 哎这边就讲到trade就是交换 交换齐全 因此他比其他的broker赚的还多 broker你看不懂 这本文章我讲你根本就听不明白 当然也是这一类型的最后一个 哇太酷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财经 恶魔财经词典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叫的option 各位同学听得清楚了吗 当然你想看更多的内容 林文老师上至天文下至地底什么都讲解 你要看医学的 不要太大学原文书 这个就不应该了 但是你只要看什么的商业文章 甚至经济学院杂志 BBC New York Time 一对一找我 通通可以帮你讲解 小说也都可以 我已经讲解了六本小说了 再加上多一课程 林文老师乐在教学 等你找我上课了 拜拜 Option Noun The right to buy or sell a financial asset at a fixed price on or before a specific time From the Latin optio I'll choose A boon for stockbrokers whose clients don't understand how options work and generate a fortune in commissions as they attempt to learn Explained Hugh Ask and me A client of the brokerage firm Born Rich and How I put two children through Harvard by trading options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my broker's children Perhaps the earliest recorded options trade According to Aristotle Was made by Thales of Miletus C.A. 624-547 B.C. One of the Seven Sages of Greece Who put down deposits on all nearby olive oil presses one winter When his knowledge of astronomy purportedly told him that the next year would bring a good olive crop Thales paid almost nothing and profited hugely when the abundant harvest created high demand for presses Thus making him one of the first individual investors to make more money trading options than his brokers did He was also one of the last